吃酱压药时不能喝牛奶,吃柚子 医生服用酱压药远离三物 赵先生的母亲今年65岁 患上高血压差不多一年了 最近他的母亲经常感觉有严重头晕恶心 有时血压甚至能高达110分之205毫米拱柱 赵先生见母亲状态不对 连忙送去医院了 在医院住院检查后 赵先生的母亲并没有发现任何严重并发症 医生就让老人家改服用其他降压药物了 并叮嘱赵先生要督促母亲吃药 避免老人家忘记了 出院后一个多星期之后 一天早上赵先生的母亲突然头晕 心跳加快 险些晕倒被家人送往医院后 诊断是低血压 血压为51分之82毫米拱柱 无其他并发症 对此医生问赵先生 是不是老人家怕血压太高 一次性吃的药太多了 赵先生表示 没有 我都是按照医嘱给我母亲服药的 随后 医生详细询问赵先生母亲的饮食 得知这段时间恰好是柚子丰收时间 其家里有不少柚子 当日中午在早餐过后 赵先生母亲在吃了降压药后 很快又吃了小半个柚子 而在前段时间赵先生还给母亲买了一箱纯牛奶 想让其多喝牛奶补充钙 有时他母亲还会用热牛奶送服降压药 根据检查结果和赵先生母亲的饮食习惯 医生告诉赵先生前段时间他母亲血压高 吃药效果不好和喝牛奶有关 而这次会低血压则和柚子有关 平时吃点柚子喝些牛奶没问题 但是这两者都不能在吃降压药的时候同时食用啊 你看这两次来医院看都是饮食没注意 以后要注意这些在赵先生母亲恢复准备出院时 医生也对老人家进行了叮嘱 让他平时多注意饮食以免影响药效 为什么赵先生的母亲吃降压药时 用牛奶送服还会导致血压高升呢 为什么吃了柚子后又导致出现低血压现象呢 除了在吃降压药时不能喝牛奶吃柚子 还有哪些需要注意呢 下面将为大家详细解答这些疑惑 吃降压药时能喝牛奶吃柚子吗 降压药是治疗高血压的重要药物 但是在使用降压药的过程中 患者需要注意饮食和药物的相互作用 在生活中有些食物和药物会影响降压药的疗效 甚至会引起不良反应 其中牛奶和柚子是两种常见的 会影响降压药疗效的食物 一牛奶送服降压药血压亦高升 烙案是一种生物案具有神经地质的作用 烙案在人体内的含量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如饮食年龄性别等 当人体摄入大量的烙案时 烙案会在体内蓄积 导致心率失常血压升高等不良反应 牛奶作为家中常备食物 其含有丰富的烙案 当体内分解烙案的酶被降压药抑制时 烙案就会大量蓄积 引起血压持续性升高 心率失常 不仅会抑制降压药的药效 甚至还可能会使患者发生高血压危险 然而由于很多高血压病人不知道这一点 有时还会用牛奶代替温水送服药物 或者服用降压药和喝牛奶的间隔时间太短 从而引发血压高升的现象 此外 牛奶还会在药片表面形成附膜 使牛奶中的钙、酶等矿物质与药物发生化学反应 影响其药效 因此不要用牛奶送服药物 或者在服用药物前后喝牛奶 综上所述 高血压患者在服用降压药时 不能喝牛奶 如果患者想喝牛奶 建议间隔较长时间后再喝 二 服用降压药的同时还吃柚子 影响药效 柚子通常为淡黄色和黄绿色的扁岩球形 由于其富含维生素C 维生素B 钾等多种成分 且果肉含水量较高 食用后还有消食 结酒的功效 深受人们喜爱 在柚子丰收季节 吃柚子的人就更多了 然而 柚子并不是适合所有人使用的 对于正在服用降压药的高血压患者而言 不建议在吃药时也吃柚子 这是因为柚子中含有一种特殊的化合物 富难相斗素类物质 该物质是药酶 细胞色素P450 C450中 C3A4亚族的抑制剂 能使药酶活性减弱 代谢减慢 从而使血药浓度升高 有相关研究证实 盖通道组织剂类降压药是C3A4的抵物 抵物在肝脏内氧化代谢 转化为活性较低的水溶性代谢物后会排出体外 如果同时服用柚子和盖通道组织剂类降压药 则会使药媒的活性受到抑制 降压药物的分解代谢减慢 排出减少 从而血液中药物浓度就会升高 以降压药物飞落地瓶缓湿片为例 若在服用药物的同时食用较多的柚子 可以使得飞落地瓶片的血药浓度升高1到2倍 另外 除了富难香豆素类化合物外 柚子中还存在柚皮素成分 该成分会加快肠道对药物的吸收 也会增加血液中的药物浓度 简单来说 如果患者在服用降压药物时吃柚子 就相当于患者一次性服用了大量的降压药物 使得血压被大幅度降低 从而导致患者出现低血压 因此 在服用降压药时 患者最好不要吃柚子 避免发生低血压 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是服用盖通道组织剂类药物的患者 由于药效长 即便是与服药时间间隔较长时间 也最好不要吃柚子 而服用非盖通道组织剂类药物的患者 则间隔较长时间后可以食用少量柚子 当然 高血压患者的饮食禁忌还有很多 除了不能在吃药时吃柚子 喝牛奶之外 还有三种食物也应该在服药时远离 远离三种食物 服用降压药更安全 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 高血压已经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慢性病 是常见的健康问题 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 要想控制高血压 除了要定期服用药物之外 合理的饮食也是控制血压的关键 而高血压患者在服用降压药时 除了要控制牛奶 柚子的摄入 对于以下三种食物更应远离 高盐食物 高盐食物中主要成分为氯化钠 而钠离子是人体必不可少的元素 肌体神经 肌肉功能和内环境的稳态 都离不开钠离子的条件 然而 当盐分摄入过多 肌体内钠含量过高时 也会引起不适 高钠环境会促进肾脏对钠离子的代谢 使肾脏负担加重 血容量增加 同时还会激活胶感神经系统 和肾素血管紧张素全固酮系统 使血管的管腔变战 增加血管阻力 进而使血压升高 因此 对于高血压患者而言 盐分的摄入是需要控制的 此外 也有不少临床相关研究表明 高盐饮食会使除了盖通道组织剂类 降压药以外的所有降压药药效降低 尤其是使得沙坦类降压药和普利类降压药的药效减弱 而低盐饮食则更利于降压药发挥较好的药效 使血压得到良好控制 酒或含酒精饮料 实际上 对于需要服用药物的患者 都不适宜在吃药期间喝酒 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 酒精也同样会影响降压药药效 以硝酸质类降压药为例 作为诱导剂的酒精会促进生物酶的作用 患者服用硝酸质类药物后 酒精会增加该类药物的药效 从而可能会导致患者出现头晕等症状 有时还会使患者发生直立性低血压 如果患者一次性研究量较大 体内含有较高浓度的酒精 还会导致血管扩张 血容量增加 在此期间服用砂坦类降压药后会干扰药效 导致患者血压骤升 另外葡萄酒中也与牛奶一样含有烙氨 患者在服用药物后也会导致血压升高 高脂食物 高脂食物通常含有大量的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 这些物质会刺激身体产生更多的胆固醇和甘油三质 从而增加血液粘稠度使血流阻力增大 进而导致血压升高 因此高血压患者在服用降压药的同时 如果摄入过多高脂食物会使药效大打折扣 甚至可能导致血压控制不稳定 此外长期摄入高脂食物可能会导致动脉周样硬化的发展 对于心脑血管健康极其不利 不仅可能会加重高血压 还可能会导致关心病脑促重等疾病 因此高血压患者在服用降压药时 应尽量避免食用高脂食物 建议多吃一些富含膳食纤维和维生素的蔬菜 水果、颧骨类和低脂肪食品 综上所述远离酒精、高脂和高盐食物 正确服用降压药是高血压患者控制血压的关键 当然,在注意饮食的同时 高血压患者还应按照医生的建议正确服用降压药 在服用降压药时 应遵循小剂量联合用药的原则 并注意观察自己的血压变化情况 如果血压得到有效控制 不要随意停药或更改剂量 如果血压波动较大或出现不适症状 应及时就医并调整用药方案 通过合理的饮食和正确的用药方式 可以使高血压得到更好的控制 降低并发症的风险 同时,高血压患者还应保持乐观的心态 避免过度紧张和焦虑 有利于血压的稳定控制 高血压患者除了要按照医嘱用药 还需要在饮食上多加注意 上述事例中提到的赵先生母亲 由于本人和家人的疏忽 有时会用牛奶送服药物 还在服用药物时吃柚子 才会导致血压水平不稳定 多次出现头晕等不是症状 另外,高血压患者 还需要控制盐分摄入和脂肪摄入 尽量不饮用酒或含酒精饮料 喜欢喝茶的患者朋友们 也切勿用茶水送服药物 以免影响药效还可能会造成肠胃不适